就是口腹之欲 口腹之欲就是私心 你看很多的 时装设计师 设计那些貂皮大衣 你知道那个 去补貂的人是多恐怖啊 或许看过一个 反饱专家 跑去拍那个补貂的画面 或许看到了 瞎得半死 他把那个海貂补来 那个貂是非常有爱心的 你去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那个貂看到人类 一定很冷 他就会装得 装得软绵绵的 你人类已经 受到天寒地冻 他就来趴在你的身边 给你温暖 让你取暖 人类就利用他的弱点 让我取暖 然后冷不防 一刀就把他刺死 就把他补上来了 然后呢 那个貂还没有死哦 我看到那个貂没有死 就把他摔 摔 摔到七遍八遍 摔到死 到最后奄奄一息 就扒皮了 有个皮扒完了才这样 死掉 我亲眼看到这一幕 所以各位 人类有没有惨人 为了漂亮 其实台湾不必穿貂皮大衣 为什么炫耀 我有 有一次人家问张晓月 你为什么要买貂皮大衣 他说因为我有 就是炫耀 对不对 所以说人类为了炫耀 为了表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穿起来表现自己的高贵 不惜背后 血淋淋的在做那个动作 所以说人性迷失就是在这里 好你想想看哦 我们在家里当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不乖 小孩很乖的时候 妈妈有没有讲评 像我以前小孩子乖的时候 妈妈买八笔娃娃给你 有没有 男生就买完几 小孩不乖的时候 爸爸 主板就拿出来了 我们在学校也是一样哦 学生品鞋兼U 那个U是这个U哦 还有一种U是这个 品鞋兼U 这也是品鞋兼U 我看到我儿子老师说 品鞋兼U 我就买那圣豆饰给他 看到品鞋兼U 罚贵 我们就会处理了 就家法拿出来就对了 好 学校有讲评 家庭有讲评 我问你们 天地之间有没有讲评 有啊 有善根的 被人家引导去怎样 修道 修道 求道修道的路 在人间无恶不作的会怎么样 就到地狱去了嘛 所以说善良的去求道 受到上帝先佛的保佑 然后给你福报散报 那么呢 为非作改的 天地之间一定给他运气不好 恶有恶报 然后报完又到地狱去 天地之间有讲评 学校家庭社会都有 你社会上也是一样啊 善良的 好人好事表扬 不善良的 怎么样 游街示众 还有呢 还要受人家拳打脚踢 还要受人间监狱的惩罚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是面临到这样 善良的求道修道 不善良的老母要淘汰了 善的一边 饿的一边 天地之间做一个大扫厨 就像我们年中的时候 有没有大扫厨 佛堂擦干净 地板擦干净 窗户窗帘 匆匆要洗 家具要弄干净 不好的 坏掉的东西 我们都会扔出去 交给环保局 上帝现在要处理这个地球上 所有人类的 这个大清算 善良的 赶快求道修道 回天上去 那个不修不办的 而且为非作歹的 地狱去 人间开始要三恶分班 地时分班 我们是面临这样的时代 所以呢 那现在我们就来谈 刚刚我们从后学前面讲 灾难这么多 那么呢 我们每次看到电视画面 像上天这海地地震 一下子什么地震来了 然后死伤惨重的时候 电视炒几十台 重播 日月二十四小时重播 那时候会激起大家的什么 慈悲心 救灾的救灾 救难队出发的出发 救灾的救灾 救难的救难 捐权的捐权 大家都开始在 为这件事情 大家就发挥爱心 各位 这个画面 告一段落以后 嘉年华出现了 有没有 哪一个国家的 巴西嘉年华 沟舞 全国都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那个灾难的画面就被掩盖掉了 马上大家又回复到往日的依然故 回复到往日的吃喝玩乐 然后又忘记了 所以上天看到你们很容易麻痹 很容易健忘 就不停的降 不停的降 让你们去警醒 可是呢 我们想想 接二连三的灾难来 有多少人会在灾难中继续教训 有多少人能够体会老母的警讯 可是大家还是会依然顾我 所以说在到场的人 会比较有敏感 比较警觉就对了 好那现在霍学就要谈到说 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报的人 能够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又能够投身在有道德的家庭 各位又能求道 又能修道 而且能够来到道场开班 真的是有福报的人 有福报的人 那么我们既然来到道场以后 我们要做些什么 今天霍学的主题就是说 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一些建议 那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的宝贵 过去呢 你看看我们中国那个二十八代祖师 这个法脉 从印度传来中国的时候 二十八代祖师达摩来到中国 他第一个要度的人是谁 是那个神光妈 后来把它改为慧口 慧口要求到去那个少林寺 要拜达摩 那天寒地冻的时候呢 达摩面壁九年 在面壁 故意考考他 这个慧口大师 在外面呢 天寒地冻 那个血都淹到肚子来了 他都跪着要求法 结果呢达摩讲他 外面跪着何人 无奈神光事业 来求何事 欲求佛法 那达摩祖师告诉他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他说我要来求佛法 求佛法就是求道就对了 所以达摩说 你先去左旁 有没有 左旁就是左道旁 因为这个慧口神光大师 以前都是念经 念经讲经没有求道 讲的只是表面的道 不是真正的真理天道 要深入骨髓的那个道就对了 表面上的一个道就对了 结果呢 后来那个慧口禅师就说 就说达摩 达摩叫他说 你要先去左旁 因为念经 只有念经不懂真理 这叫做左道旁 他先去左旁 他没有听清楚 把这个旁边的 走到旁边的旁 是不是这样 因为达摩祖师是印度人 中文不太好 先去左旁 结果他拿起刀子就把左肩膀砍掉了 你看他为了求道 把左肩膀就砍掉 各位你们求道有没有砍 砍手指头 你们有没有砍左肩膀 有没有缺肩膀的 没有 一百块就求道 你想想看 人家求道是砍左肩膀才求道 你们一百块就求道 妈妈带着来 还坐轿车 你看六祖慧能也好 六祖慧能未来要去拜五祖维师求道 走了一千七百公里 从广东走到湖北省的东禅寺 而且走了三十多天 你不相信 去看六祖谈经 就是这样 所以说古代人求道是 难之又难 我们这么容易求 大家觉得 无聊无聊 就会这样 好 那后写现在要来提到说 我们假如真的要走 这个方向 要走修道的